今天是小五的五岁生日 妈妈邀请了很多小奥特曼来地球陪她一起庆祝 她甚至还花光了自己两年半的积蓄 给小五买了一只比山还高的皮卡丘玩具 虽然说小五妈妈真的很宠爱自己的女儿 可是买个这么大的玩具实在是有点浪费 拿回家里都可能放不下吧 小五的姐姐小西则是亲手画了一幅画送给妹妹 她画得非常用心 小奥特曼们都称赞她画得很像真的奥特曼 大家觉得她画得怎么样吗 就在这时 托雷基亚奥特曼也来参加生日派对 她的手上还抱着一只小橘猫 小五妹妹 猪猪猪猪猪祝你生日快乐 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 这只可爱的小橘猫就送给你当宠物了 你能不能请我吃点爆米花呢 可是小五还没说同意呢 托雷基亚看到满桌美味的食物早就已经流口水了 毫不客气地跑过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怪不得托雷基亚的外号叫大吃货呢 真是太贪吃了 也不留点给其他小奥特曼 虽然小五收到了很多礼物 但他的样子好像还是有点不开心 小五 妈妈送给你的礼物你不喜欢吗 我很喜欢 谢谢妈妈 但是妈妈下次不用浪费钱买这么贵的礼物了 好的 那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我希望爸爸也能陪我过生日 他今天会回来吗 可是你爸爸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他估计没时间回来陪你了 不如我们打个电话给爸爸 问他能不能请一天假回来吧 好的姐姐 可是我不记得爸爸的号码了 没关系 还好我记得 让我来打吧 奇怪 爸爸怎么不接电话呢 此时小五的爸爸奥德峰还在帮贝利亚打工呢 老板贝利亚在山顶的果园种了很多西瓜 奥德峰每天的工作就是用这台二八大缸自行车 把西瓜从山顶拉到山脚下面的水果店去 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根本没空看手机 山顶上的风光无限他也无心欣赏 因为山路崎岖坎坷 一个不小心就会摔跤跌落山底下 几百斤重的西瓜已经是这台自行车的极限 稍不留神撞到了石头就摔得人养车翻 还好西瓜没烂 不然贝利亚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奥德峰也是个超人所以只受了点皮外伤 他一次次摔倒 又一次次地爬起来继续前行 只因为他的家里很穷 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 再苦再累他也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所以奥德峰心里面很清楚 这一趟西瓜如果他不拉 那他的孩子就要拉 装满西瓜踩不住刹车 放下西瓜撑不起一个家 奥德峰凭着其过硬的本领 和这台值得托付终身的二八大杠 终于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目的地 黑暗赛罗和黑暗格力桥 已经在这等了很久 奥德峰不负使命 把西瓜玩玩整整地送到了 山脚下水果店老板的手上 数学考试经常不及格的 黑暗赛罗计算了半天 数来数去才把一百块工资 交给奥德峰 奥德峰辛辛苦苦工作一天的钱 也不知道够不够给女儿买一个蛋糕 蛋糕店的老板卡米拉 正在制作草莓巧克力蛋糕 幸好来得及在蛋糕店关门之前 买到了这只蛋糕 准备带回去给小五 他把蛋糕装上自行车后 快马加鞭往家的方向飞奔 当奥德峰带着蛋糕回到家时 小奥特曼曼还在他的家里跳街舞 应该是等着吃蛋糕 小五和小溪姐姐都已经等到快睡着了 小五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蛋糕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很抱歉啊 我的钱全都拿来买蛋糕了 没有给你买礼物 没关系的 爸爸 你能回来陪我过生日 这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每个父母都是孩子的参天大树 为孩子遮风挡旅赴辞老虎 你们都很棒 继续加油 父母对孩子的爱 不一定要物质和形式 更重要的是关心和陪伴 家人团结和睦比什么都重要